好 講講其他新聞 今早就看賀歲片 新年都看賀歲片 看了哪一套呢 最近看了黎明磚學有演唱會 前陣子有金手指 潛行 劉德華 雖然劉德華做一套莫斯科行動 那套在大陸好像不太能收得 只有幾億 香港也是不太能收得 所以好像星期四左右 我還沒有戲院在上 《優麗圖》的電影 不過那套我也沒有興趣 看了郭富城 臨時劫安 很多演員我喜歡 最近有金手指 潛行 我覺得前陣子不進戲院看也OK 原生罪OK 我喜歡很多不同演員 臨時劫安都多 三個主角郭富城 林家棟 任賢齊 還有姜大偉 張可兒 林雪 Anson Bean 還有胡定欣 曾比特 還有孫佳君 原來是孫佳君 盧海鵬 因為傅家俊 不是唱歌那個 傅家俊的一首歌是很紅的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傅家俊 即是肥仔有一首歌很紅 我覺得他之前都在麥花省開演唱會 臨時劫安 叫黑色喜劇 OK啦 不過不失 有些時候也說親情 家人 相處 譬如說疫情經濟問題 OK啦 賀水片也不會有很大的期望 那就OK啦 孫佳君 而孫佳君扮演的角色 孫佳君 梁仲恆 很多 豹喜靖 王敏德 是不是Kathy 那個女生 也很多 好 另外 有人PM我 說這不是十三妹 這不是十三妹的妹 雖然我不看CCTVB 但也知道有 Yumi 中右美的存在 剛好就說 這不是十三妹 這不是十三妹以前的 這不是十三妹 自動棄權 傅家俊那首歌 就是中右美 在校運會 校運會 即是說她掃硬 也有點像十三妹 一種由美 只可以這樣說 另外也要說一下 可以說這件事 是我 甚至連上方哥 人生遇過其中最大的騙案 我可以說損失很多 你看美少廣場播算不算 美少廣場播 我也覺得 我也挺開心的 第一 可以見證到 大事 大新聞 第二 看到港聯隊 雖然說輸四比一 但有好的表現 其實那場也挺好看的 你撇除美斯、蘇華雷斯 不下場 那場也挺好看的 還有港聯隊的表現 李一明家索夫 米基爾 周志謙等等 也好 其實下半場也不開 雖然沒有上半場那麼緊湊 多謝 KTK 但是 我不覺得那些是否損失 所以他會否回水 其實我心裡覺得 沒有什麼 不是很介意 當然 我看到有些球迷都哭了 都替他們 他心酸 一心想進來看看美斯 結果連別人拿咪和你說話都沒有 雖然下半場進來 仇美斯也有揮手 坐我們這邊的就好一點 好了 但這宗我真的損失很多 以下這個騙角 我損失很多 我是損失以一計 即以一計 不是開玩笑 真的不是開玩笑 不知道大家是否看閒片 我有時候也是 這個AV 或者Pornhub 就看閒片 其中 不知道一次 咦? 有一個叫 《香港娃娃》 中文翻譯 《香港娃娃》 《香港娃娃》 咦? 《香港娃娃》 雖然現在他應該要改名叫《香港娃娃》 雖然現在他應該要改名叫《香港娃娃》 《香港娃娃》 應該叫做《中國香港娃娃》 不是這樣 就隨時說你搞獨立 不是獨立 說你太獨立 其實是不難得的 你想想 沒有了《China》這隻字 電競運動員 都被捉獎逼他 那就退賽 我真的說真的 我為你奉獻了二億計 二億計的米青 真的奉獻了他很多 我要頭髮自己剪 我要頭髮自己剪 新意 現在就說 大陸現在 退出網紅實名制 不單止實名制 還要公佈了網紅的網絡 我經常つя 就要五百分之二 我沒有保存 不算的 重視三百分之二 有意義的 在扇子龍 尤世童 開車 感谢观看